柯文哲选总统的三部曲贬低侯友宜,逼国民党退选,成为蓝白共主,哪一步成功与做错了? 柯文哲以郭台铭为耳,又侯友宜到军月饭店小房间准备威逼侯当副总统最后却失败,柯文哲表情尽嫌沮丧,可最终目标先下架国民党已然失败。 我原本支持柯文哲,从他呛侯友宜比民调输的退选后,我就认为柯文哲完全不可信,还好国民党虽然被郭台铭与柯文哲愚弄好几个月,总算守住底线,没有连神主牌都拿去给柯文哲当财烧取暖了。 我对柯文哲的看法就是认为他嘴炮一流,行政建设能力是地方自治史上最差,但由于他有可能可以打败民进党,所以非常勉强地支持他,可以看看我过去写过的文章为证。 我过去对柯文哲其实也有对他非常反感的时候,因为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退却了,我认为如果柯文哲当时也参选,当时选举不会那么一面倒,但柯文哲当时没有参选。 我就认为柯文哲是位苦怕男,只想搭便车的候选人。 时间来到今年,柯文哲采取一种非常诡异的方式搞蓝白盒,一方面是国民党已经输怕了,输到一点人格都没有,用一种贵求的方式向郭台铭磕头而不开战,让我对国民党很反感。 为何郭台铭四年前玩你一次,现在又要这样被玩? 后来柯文哲愈发猖狂,极其出言不逊,由于我不是侯友宜的粉,也冷眼看国民党,所以没有对柯文哲种种行径特别的不满。 但是,柯文哲竟然呛跟侯友宜比民调输的退选,柯文哲大脑中根本就毫无民主价值,别人的民主政党产生的候选人,竟然可以由你这个一人政党就决定下架。 所以我在2023年10月11日写下柯批呛民调输的退选就是要在总统大选中抹去国民党,柯文哲完成民进党转型正义做不到的事。 民进党应该对柯公开道歉,我认为柯文哲的杨谋从贬低侯友宜开始,倒逼国民党退选就图穷比手线。 柯文哲根本不想蓝白河,他要白吞蓝。 柯文哲其实也不断强调,他非常讨厌国民党,他又非常瞧不起侯友宜,而国民党这几个月委屈求全的软弱,无论是对郭台铭或柯文哲,都在在显示国民党自己很弱,要不然怎么会这样像狗一样跪着田呢? 然而,到了马英九登高一户比民调,柯文哲亲自签了他后来觉得被骗的六点文件,我当时突然觉得原来我错怪了柯文哲。 所以,我在2023年11月15日写下柯文哲的让步,非柯不投,不过台铭就交由的比例有多少。 而我当时被柯文哲的演技感动到,我住的选区刚好就有民众党立委赖湘林参选。 我甚至决定要给这个小党一点支持,投票给民众党不分区及民众党立委了。 这也反映在台湾民意基金会2023年11月26日公布的民调,25.3%支持台湾民众党,24.8%支持中国国民党,24.5%支持民主进步党。 调查访问期间是2023年11月19日至21日,而蓝白河破局是调查前的事,我正是由蓝白河破局后,对柯文哲及他的艺人政党无比的反感。 这段政治的演变果然如柯文哲前幕僚之前的预言,他怎么说呢? 自由时报报道,民众党主席、总统参选人柯文哲传出9月27日在内部会议中针对目前蓝白河走向大表不满, 却又在一场活动中改口称蓝白最后一定合。 对此柯文哲前幕僚无尽一大酸,柯文哲就像爱情剧里毫无原则的渣男,最后一定辜负所有人。 能在将近两个月前就预言柯文哲就像爱情剧里毫无原则的渣男,最后一定辜负所有人,这太神了。 回到主题,柯文哲的吃掉国民党三部曲在第二部就失败了,当然无法成为蓝白共主。 侯友宜之所以声势起步来,要从被郭台铭拉扯民调开始,一直到被柯文哲蓝白和牵制, 整个国民党不止对郭台铭不攻击,也不检讨柯文哲台北市长任内大巨弹,内湖交通乃至市政毫无建树的问题。 台湾地方自治史这么多年以来,直辖市民调最低,硬体建设最少及一个巨弹拖八年都弄不好的奇迹, 放眼全世界已开发的大城市,台北市的归宿施政效率,柯文哲能作为民主制度下的表率。 但是,柯文哲不谈大巨弹为何八年还盖不完?用什么最大党组阁给台湾新的政治文化的话术? 家庭中的柯妈妈、柯妹妹、陈佩奇全家对政治都有意见,成功赢得支持者的心, 还有用两岸一家亲、双城论坛、蓝白和的话术让许多深蓝团体认同。 柯文哲的2024总统大选策略,无非就是将国民党取而代之,把侯友宜在总统大选选票上划掉。 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当柯文哲喊笔民调输的退选时,我因此不再支持柯文哲,我不认同这样把一个政党抹除。 但许多蓝银名嘴竟然说侯友宜真的该考虑退选了,我相当惊讶,这些人为了银不择手段吗? 多元政治是这样搞吗?柯文哲满口反对下架民进党,但他做的就是下架国民党。 这些蓝银名嘴吃了柯文哲的口水的原因或有谁这么说过? 现在也不必谈了,因为蓝银的核心支持者与真正的决策层,对柯文哲始终有戒心,国民党最该感谢的是沈富雄。 沈富雄自称曾多次与柯文哲献计,后来沈富雄对柯文哲非常不满,说柯文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当年初国民党一头热药蓝白和获罗志强领先政党轮替大联盟时,沈富雄力排众议,建议找金普聪。 当时是6月多,虽然沈富雄蓝白最后一定合得预测错误,但他所谓锦囊密集藏了前总统府秘书长金普聪是正确的。 最后谈谈柯文哲登记参选后变成宅男的故事,报道说,2024大选正副总统候选人,国民党推出侯友宜,赵少康,对决民众党的柯文哲,吴欣银。 不过,相较侯康佩25日造势行程跑透透,柯英佩则竟悄悄毫无公开行程,媒体人张宇宣今忽视史无前例的怪现象。 他分析蓝白破局后,柯文哲孔伦为首为蹲加行总统候选人。 张宇宣分析并非柯文哲不想跑行程造势拼声量,而是无处可去。 他提到,蓝白和破局后,国民党中央下令禁止小鸡邀请柯文哲站台,加上民众党的地方立委人数不多,才造成柯文哲没有公开行程,张更看衰柯文哲这只是开始。 以我的看法,为何民众党的地方立委提名人数不多,那才是蓝白和破局的关键。 以民众党2022年9合一选举在县市议员提名及最终投票结果来看,民众党提名区域立委的当选率若无国民党礼让,应该就是零。 但柯文哲2023年10月1日表示,如果国民党要搞并吞,那他也会在每个选区都提一个区域立委候选人,看他们要掉多少。 不要讲狠话啦。 由于柯文哲当时要搞蓝白和拖垮国民党侯友宜的大战略, 所以没有在所有国民党已提名的选区都提名。 这因为柯文哲也找不到人,当然也没办法帮每个参选人出纳必然泡汤的20万保证金。 换句话说,或许国民党心里也知道,其实柯文哲的蓝白和就是以柯文哲自己为尊。 而若以只有柯文哲当成蓝白唯一候选人的前提下,当然也不能搞垮蓝赢所有地方候选人作为威胁手段。 柯文哲如果一开始就以保证共同毁灭的姿态遍地提名区域立委作为交易条件, 那所有的蓝军小姬如罗志强们就会胁迫党中央, 要侯友宜接受退选或当副手, 这是柯文哲没给自己增加谈判筹码的失策。 这一点,柯台铭就比柯文哲狠。 2022年民众党征召五党籍的徐立信参选台北市万华中正区立委, 拿到两万多票,最后林玉芳以七万六千票输给五党籍林长佐的八万一千多票。 林玉芳解释, 柯台铭当时拍跟徐立信的照片, 整个中正万华到处都挂, 那很多在国民党里面不喜欢韩国瑜的人, 觉得同情郭台铭, 说郭台铭支持徐立信, 他们就投票给徐立信, 林玉芳最后落选只输了三、四千票。 如果柯文哲保证共同毁灭或改变心意决定支持民进党延延一寿, 都会让国民党更不好选。 结论,蓝白和最后的结局并非无言的结局, 或许可能侯友宜及他的军师金普聪本人都想到了, 为了避免获起萧强, 金普聪就曾严重警告罗志强多次, 6月金普聪质疑罗志强助长他人威风, 并且在陈长文背后操刀。 7月的报道就提到, 金普聪又直接点名罗志强, 批评罗竟然提出再做一次民调的荒谬想法, 只要有一点政治尝试, 懂得谈判技巧的人, 不会在此时把底牌打出去, 罗索为不就是害怕他自己会输。 我看不起他在最安全的地方, 选区搞把戏。 真的不要把我给, 主持人追问, 惹毛了? 金会手说, 现在不想说太过分的话, 换句话说, 要不是侯友宜的坚持与忍耐, 国民党已经变成柯文哲的二皇帝, 而柯文哲如果没有一开始就用笔民调输的退选去消灭侯友宜, 事态也不会像今日一样, 或许蓝白河有可能走向另一个结局。 蓝白河终究证明是难科一梦, 一个蛇吞向, 吃紧弄破碗的故事。 Blackjack 2023年11月26日, 未经许可,